今天你要干什么了 就是播报 呼呼呼呼呼气 有时候因为收了这个东西太热了 这个哈气 可能就是太冷了 曾经啊 在夏天四十多度的高温下 我扬言 我宁愿冻死也不愿意热成狗 直到今天呢 感觉自己被冻成了狗 冰狗 才明白太美的承诺 是因为太年轻了 其实如果你也觉得 这个季节比较冷的话呢 可以试着躺在地上 因为地面有180度 如果还是觉得冷呢 可以在地上打个滚 滚一个圈 这样就有360度了 如果还是冷的话呢 就出去张望一下吧 因为中午里寻他千百度 今天啊 佳琪呢 是捏了一下孝琴的大腿 然后说 哟 孝琴 你身体不错嘛 这么冷的天 居然没穿秋裤哈 孝琴说 佳琪 你可把我吓坏了 你又捏一下我屁股 还发现我没穿内裤呢 孝琴特别开心啊 说哎呀 这个冬天爽呀 我说爽什么呀 他说 这冬天啊 每天晚上都可以 啪啪啪了 我说第一次把这个 脱毛衣 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 啪啪啪 你说为什么 冬天哈 脱毛衣 会有啪啪啪的经典呢 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谁夏天穿毛衣啊 这冬天睡觉啊 就觉得自己 特别像一个饺子 被子是皮 我就是馅 床是盘子是吧 像我们之前的 上中学的物理课的时候 讲过啊 大气压随温度的降低而增大 所以我觉得冬天 这个冷空气 每天都死死的 把我压在被窝里 像我呢 是北方妹子哈 羽绒就问我 你是北方人 怎么还怕冷啊 我就剁他 我一说真叫我无语 给我记住啊 在我们那儿 我家玻璃双层的 阳台封闭的 供暖呢 是有暖气的 家里呢 二十多度 羽绒服呢 出门 嫁后的 菜 趁热吃 暖气呢 十一月就给了 我们又不是北极熊 你说我们为什么怕冷 我们是装备好 不是属性高 装备哈 如果你在大街上 看到一个男人 这好好的走着走着路 突然腿那么一颤 好像是太空步 又好像是霹雳舞 走几下 还来一个小条步 似魔鬼的步伐 摩擦摩擦摩擦 那一定是秋裤夹腿毛了 还有冬天女生 穿这个打底裤啊 如果你看到 有这么一根黑线头 突突突突出来了 千万不要主动 把她拔掉 有可能你拔的是 她的腿毛 或者是别的什么 像这个季节 你会发现啊 街头的姑娘呢 好像分成了两个档 分分钟要打响内心的殊死搏斗 第一个档呢 就是秋裤档 秋裤档呢 就会嘲笑 这个黑丝袜档 就说 你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老了得老寒腿 黑丝档呢 心里是这么想的 嘿嘿嘿 你这个穿秋裤的 没种的大吐鳖 一辈子没人要 你是什么档啊 我是黑色达底裤档 据说冬天呢 能用胸部 帮男生暖手的女孩 都是好女孩 可是如果这个女生啊 在冬天 把冰冷的手 伸到这个男生的领子里面 去取暖 我相信90%男生 都会反抗 但是给大家一个 新技能get 就是你要把手 放在这个合适的地方 你懂的 有一个地方 基本上99%男生 都不会拒绝 说到这个拒绝啊 光棍节嘛 才过 佳琪呢 光棍节 给一帅哥表白 这帅哥啊 扭扭捏捏的答应了 大家都以为 这样就大团圆结局了 是吧 如果我就 请假回来以后 我发现 事情不是这样想的 为啥 因为佳琪说 她后来收到了 这个帅哥短信说 不好意思啊 美女 我真的没有准备好 当时是 你给我表白 我是怕你下不来台 才答应你的 回头你把我甩了 行吗 求你了 佳琪哥说 她在这样的 男人是该爱呢 还是该恨呢 一般来说 这个女生 嘴里面经常说的 咱们俩不合适 不合适呢 是有四个 真实的硬件理由 第一条就是 你的经济条件不好 第二就是 你个人能力和潜力 没有给我安全感 第三就是 你这个外表 带不出去 第四呢 就是这个男生 我觉得你这个智商 情商素质偏低 难以相处哈 四个理由 但是男生觉得 这个女人 这个女生不太合适哈 理由也就那么一两点哈 你懂得 佳琪不哭 站起来 佳琪呢 重新振作起来了 想 我这么好的姑娘哈 干嘛 就是嫁不出去呢 是吧 干嘛没人要呢 一定有人要我的 我要做一个征集 大家都可以来围观啊 我在大家当中 我会想一个办法 调合适我的人 然后一帮小伙子 就都围上去了 围着佳琪 佳琪就说了哈 你看这个河河 这个河里都是鳄鱼 谁要是能跳下去哈 我就我就嫁给他 这佳琪话刚一落 就听见噗通一声 一个小伙子 就跳下去了 跳到这个河里了 然后在这个河里呢 用超快的速度 游了一个来回呀 佳琪特别高兴哈 刚要说话 就是我真爱之类的 刚要说话 人家小伙子从河里出来 说道 你妈 谁刚才把我踹下去的 像有一个地方啊 就比较好 这个古老的寨子呢 有个习俗 这男孩 有喜欢一个女孩 就送这女孩 当地的一个精致的刀 如果女孩 收下这个刀呢 婚姻继承 如果这个女孩 不肯接受 男孩呢 就会拔出刀 逼女孩就饭 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呢 都知道哈 我在节目当中呢 不止一次的讲过 男孩跟女孩 求婚的时候 特别浪漫 把一个大的钻戒 藏在蛋糕里面 菲菲呢 也想 嗯 这样挺好的 就把一个大钻戒 藏在蛋糕里面 然后呢 我就责怪她 我说 你为什么不把这个钻戒 直接给我呢 我跟你说 你把这个钻戒 藏在蛋糕里 这样的浪漫 我不要 菲菲连忙跟我解释 说彩彩 你下次别整个蛋糕 一起吞 一块块吃 就能发现了 好吗 没人跟你抢的 求婚呢 很多的求事 来看看大家的分享 一雪造龙的说 我男朋友在一个浪漫的夜晚 向我求婚了 跟我说 花花 嫁给我 哎 我真正的望着她哈 就说 嗯 我爱抠脚 你不会嫌弃我吗 她诅咒发誓说 我 我要是嫌弃你花花 不得好 嘘 别乱说 于是呢 我赶紧放下正在抠着的脚 轻轻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这样还有人要哈 真的很幸福 杨鬼子提供啊 她说 晚上能看电视 看到一个男主角 跪地 向女主角求婚 这儿子就问她 爸爸 爸爸 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单膝下跪啊 爸爸说 没有啊 儿子就问 为什么呢 爸爸 爸爸说 我是双膝跪地的 而且还抱着你妈的腿 爸爸 你为什么要抱着妈妈的腿啊 当年你妈听了我的表白啊 撒腿就想跑啊 要不是我死死抱住她的腿 怎么会有现在这个家 怎么会有你啊 害羞小骚伙提供啊 这个男朋友跟女朋友求婚 嫁给我吧 女朋友说 嫁给你 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男朋友解释说 鲜花嘛 插在牛粪上嘛 才有营养 才长得好嘛 结果这个女朋友回答 可是人家是水鲜花了 得插在水里 到时候指不定谁插谁 是吧 Mr.X说 一个男人 单膝下跪 手里拿着戒指 对他女朋友说 亲爱的我爱你 嫁给我好吗 这女人啊 是幸福的 点了点头 此时 男的这高兴了一下 蹦起来说 那你等着 我现在就跟我老婆离婚 这是典型的棋律找马 是吧 这小朋友呢 他准备跟他的女朋友求婚啊 就来问我说 彩彩你说 我跟他求婚 准备什么礼物 成功率会很高 我想了想 我觉得成功率最高的嘛 以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吧 你应该送给他一个孩子 你知道人们结婚 为什么要选一个好日子吗 因为结婚以后 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其实播报周二 我是彩彩 这人呢 一旦升到了2526级 就会接到一个人生的主线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结婚 这个任务可难可难啊 你要参加各种活动 相亲约会 然后才能得到关键的道具女朋友 然后你要带着这个女朋友 进行各种团队活动 让亲密度达标 最后呢 你还得花大量的金币 买各种道具 这些支线任务做完之后 还有一个隐藏的任务 买房买车 买期之后完成结婚任务 奖励老婆一美 好 你以为完事了没 你要带着这个老婆打小怪兽 然后奖励一个萌大大的宠物 这下更恼火了 必须拿出更多的金币来买药 带这个宠物升级 花钱让他学技能 养二十几年 这些都不算什么 在做这些任务 玩这个游戏 升级的同时呢 还要小心一个叫老王的 他是职业黑客 哎 胆战心惊 像我们村啊 特别穷 一般小伙很难去到媳妇 比如胖虎 那胖虎是怎么去到媳妇的 我们跟你说啊 就是之前啊 村里的小伙 只要带媳妇回家 这媳妇呢 一看这村特别穷啊 这房子这么破 基本上呢 都不太会 这个答应 胖虎呢 把他老婆带回家之前呢 就在想 哎呀 这咋办 老婆要是看到我家房子这么破 肯定不会嫁给我的 是吧 他总结了之前 所有小伙的经验教训 买了一个油漆桶 油漆桶 然后在村里的各个墙上啊 房屋墙壁上面 都写一个拆 然后再画一个圆圈 好 把他女朋友带回家 然后 顺利结婚了 后来村里的小伙子们 也陆续娶上媳妇了 很机智啊 胖虎呢 是做程序员的啊 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 他结婚的时候呢 这个司翼啊 就问他 你愿意尊重他 帮助他 关怀他 爱他一生一世吗 对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胖虎有点 慌 因为这个场景太熟悉了 又是需求 还没有明确好 就把排气给定好了 以前呢 我在餐厅做服务员的时候呢 记者来了一桌客人啊 看上去 这桌客人呢 就像谈婚论嫁的 这男女双方呢 都带着自己的父母 男方的父母呢 感觉就像朴实的农民 但是从这个 女方的父母的 这个父亲的粗链子上面 可以看出 这个女方应该是爆发货 这男方的父母啊 兜兜索索拿出一个塑料袋 里面各种 瓢面不一的钱 蒸蒸汽汽的叠着说 亲家 我家所有的储蓄都拿来了 一共15万1800块 还挺有钱呢 比我结婚这钱多的多 这个亲家 你看看 我家所有储蓄啊 15万1800块 你爸俩啊 亲事办了 沉默啊 沉默 这女方父母还没说话 这女孩啊 就说道 哼 好大的手臂啊 你当时买条狗呢 结果男方父亲 直接伸手 给自己儿子眼光说 你这个妹出席的蜿蜿啊 连畜生都不放过 这个结婚啊 要倒贴 这个事情怎么说 胖虎把我的工作做通了 我说彩彩啊 你说你嫁给你老公啊 就算你带着20万的嫁妆 你老公陪你40年的话 每年也就才5000 除以365天 就是13块7 也就是说 就说从结婚开始 你每天用13块7毛钱 让一个男人 去给你拼搏挣钱 买衣服买房子 晚上还可以暖和你 抱着你睡觉 还孝敬你父母 对吧 现在是会花13块7 能买个啥 哎 我想想挺有道理 无言以对 后来一想想 胖虎 这不是很多年前 我说给你的吗 我说 让你出20万的 这个彩礼钱 娶媳妇啊 每天花13块7 然后你可以找一个姑娘 给你生孩子 抱着你睡觉 给你做家务啊 这婚姻啊 真的不是买卖哈 而且呢 婚姻这个事情呢 也不能强求 像这个 很多朋友觉得 自己到这个年龄了哈 就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但是呢 好像迫于各种压力 一定要结婚 像这种 佳琪就是恨不得 早点把自己嫁了 但这个李小妹呢 她就不太想结婚 我就问小妹 你说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 小妹说 哎呀 因为想到了结了婚 就要生小孩 生了小孩 就要把我的零食 分给他一半 好舍不得 想到就痛苦 好吧 也算是一个理由哈 以前呢 我们总是听老人说 这个女生的筷子啊 拿的越远 嫁的就会越远 是吧 我有一好朋友啊 她呢 从小就有一个 想远嫁 国外的梦想哈 所以呢 她一直都是 两双筷子 接起来 然后吃饭 最后 最后她嫁给了 卖油条的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就是我送你猪蜻蜓 你却拿它来摊煎饼 煎饼裹的要不要啊 十一的时候呢 我去参加朋友婚礼 就微博透露的信息来看 这对新人呢 有着不太寻常的 感情经历 新娘呢 是李振伟的女友 要给陈伟廷生猴子 新郎呢 称韩韩岳父 韩吴振宇老丈人 但是他们都叫 王思聪老公 希望这对新人婚后 能坦然面对 另一半从前的感情生活啊 地副小白说 我朋友跟我说 从今以后呢 我要过上一种 极为严格的新生活 每一分钟都得按照计划 和命令行事 我说你是要参军吗 啊 朋友说不 我要结婚了 像我呢 刚到一个新婚的同事家里面 我就问他 这个床谁选的呀 他说我老婆 我说这沙发 能是我老婆 我说这电视呢 我老婆 我说那这家 哪样是你选的呀 那尔霍特自豪的说 我老婆呀 还行啊 他妈都已经敲着我的门 说快开门吧 快开吧 肚子都饿了 要吃午饭了 我会告诉你 我在里面妆还没画好吗 现在才知道啊 有一种堵门叫做新娘 妆还没画好 这位叫猜猜女神范 说一哥们结婚 被堵门口塞红包 红包都塞完了 门还不给开 新郎就急了 直接吵里喊 傻媳妇呀 这塞的可都是咱家的钱的 新娘一听 得了蹭一下 自己跑去把门开了 没有 我当时他们新郎 在往这个门里塞红包 我心里就想多塞点 多塞点啊 以后不知道指不定 还有没有机会 给娘家的这些兄弟姐妹钱了 风雨法师说 他朋友就是结婚的时候嘛 兄弟们都去迎亲啊 但是被新娘关在门外 非要唱一首表达诚意的歌 才给开门 哎呀 一向腼腆的 这个新郎不知道怎么办啊 这时候沉默的伴郎 突然站出来给他解围 上门一边敲着门 一边唱的啊 你有本事抢男人 你有本事开门啊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呀 这啥哥 说一个新郎在礼堂焦急的等待着新娘 过了好一会儿呢 穿着婚纱的姑娘终于匆忙赶来了 新郎一看愣了 说你谁啊 我新娘呢 这姑娘抱歉的说 她喝多了 我是代价 还有这样的代价呀 你又你与众不同 他说今天我同学结婚啊 一时呢 我就不想去 我就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 就说这次去不了了 下次一定到 就听我的二货同学回 那我尽量 我也看到有人在给我的祝福 也是猜猜你下次结婚要同住 傻宝说呢 朋友十一大婚啊 早上起了大雾 东拼西凑弄了十辆奥迪耶六 去的时候十辆 回来的时候三辆 竟然其中一辆 竟然还不是我们婚车 朋友的爸妈的恋爱 太尴尬了 都不认识路 半路五辆车呢 跟别的车队走了 更夸张的是 还有两辆去参加人家婚礼了 还有两辆跑丢了 还有一辆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还有一辆跑到临线去了 直接晕在那了 更夸张是 每辆车都拉着朋友 丈母娘家的客人 全回来下午一点 我贝贝是够节约的啊 我结婚就两辆我婚车 一辆是找那个对门的邻居借的 一辆是找隔壁邻居借的 这很好吗 然后琥珀说 这个最近啊 几年我们身边生活条件好了 这周六日啊 一出门都是什么 捷豹啊 宾利啊 麦巴赫啊 又是开个奔驰宝马卡宴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 不过一到周一 就这些车都还婚庆公司了 自不宇呢 今天不是很忙啊 被哥们叫去帮忙 写这个结婚情帖 写了半天呢 感觉哪写错了 也没看出来 写了三十多份 到底哪不对呢 这个时候嫂子过来 看到我刚写好的 说了一句 还是写上你哥的名字吧 咱俩不可能 顺手写错啊 那年我十八 他说我哥们儿结婚了 听我们一起吃饭期间 各种吹嘘 媳妇各种好 关键是媳妇家里有钱 结婚也不要财力什么的 听得我们几个光棍 各种心理不平衡啊 吃完饭领走的时候呢 我间隙飘出一句 哎那你媳妇多大了呀 哥们儿憋了半天 单单说了一句三十八 瞬间我们几个心理平衡了 可是我也才不到二十八呀 都怎么那么不平衡 好开玩笑啊 子不语如我一同学呢 刚新婚 老婆是一对双胞胎的姐姐 一天回来喝酒的时候 就问她 你怎么分清楚 她跟她妹妹了 这同学仰着脖子喝着 然后干了一杯啤酒 擦擦嘴说 我为什么要分清楚 哎你幸福了哈 赚到了文 她说今天一个 很好的女朋友 打电话说要结婚 我不但网购了礼品 还转了礼金 然后过了一天之后呢 一年多未见的兄弟 也打电话通知我结婚 同样呢 礼金礼品同样的哈 也这么寄过去了 然后呢 就在朋友圈 看到两个人的 这个婚纱合影 原来是他俩结婚 我该不该看四剧的王八蛋 不太这么坑人的 娇有不慎的 狗富贵 不相望 糖朝栗子甜又香 北风吹 夜而黄 吃货队伍排老长 女儿美 樱桃嘴 套马的汉子追断腿 天苍苍 野茫茫 夜来幽梦呼还乡 明月夜 小宣窗 代价的姑娘 正梳妆 一言热听到的节目呢 是周二的 球事播报 我日彩彩 今天的跟大家播报 都是一些求婚跟结婚 所发生的一些 好玩的球事啊 同样还是那句老话 希望能喜欢 另外呢 也可以关注到 我的微信公众平台 平台号码是 CAI CAIFM 或者直接 在公共账号上面 搜索彩彩 才是采访的采 你可以说到 这个往期节目的 文字的原创内容哈 以及 给大家推送的 各种相关的 好玩的话题 那大家如果想要提供 好玩的 自己的求事段子的话呢 也可以在 微信平台上面 直接发过来 注意叫做帅的 能用脸刷卡的朋友 就说 才在我提供一个段子哈 我前女友结婚 沾亲戴故 所以不得不去 你不是这个 沾什么亲戴什么故 难道这个 跟孩子有关系 好 不管这个 沾什么亲戴什么故 我就去 这个买 红包随礼 这红包是五毛钱 你们那物价真低 我们这一块钱一个 老板说 没零钱找你 就买俩吧 当时呢 我因为这句话 灵光乍现 果断就把这五百块钱 礼金对半 放到他俩 红包里送出去 婚礼时 妾也不喘了 胃口也好了 真心感谢老板俩红包 对半放的吗 你是一边放了二百五 但是你那一百 是怎么扯开的 你是一边放了二百五 还是直接五百块钱 这么对半 直接 剪开 让他们回去 自己沾 随礼金啊 李彦宏呢 就是我一朋友 参加他前女友的婚礼 就随了二百里金 耍了四年 无数次 啪啪啪 那女孩就说 五毛钱一次都不止两百 你太小气了 听到这话 我那朋友跟他 前女友的老公 脸都绿了 我们单位有个同事 跟老板请假 老板 老板 我要请假 老板说 你有什么事啊 我要去参加 本该是我老婆的 女人的婚礼 老板二话没说说 那你开着我的宝马去 像把什么兵力啊 宝马呀 或者自己秘书 接个员工去参加 前女友婚礼的老板 其实都弱爆了 我还有一女同事 参加他前男友的婚礼 我们老板 把三个月大的小孩 直接借给他了 抱着这小孩 到他前男友婚礼上 当着他媳妇的面就说 孩子我自己养大 但他永远跟你姓 然后就走了 只此之手说 前女友能让我参加他的婚礼 和一帮陌生人坐一桌 旁边一哥们问我是新娘什么人 我说我只是一个过来看一看 以前战斗过的地方的人 没想到一桌子人 举起酒杯说 啊原来都是战友啊 失敬失敬 分手合 诶是那个电影吗 那个电影什么电影来着 就是男朋友一桌 女朋友一桌 那个 忘掉了忘掉了 赫然说一哥们结婚啊 婚礼现场私一就说 请新郎说一下结婚感言吧 新郎呢停动了片刻 深情地看着新娘说 感谢腾讯 感谢微信 感谢默默和QQ 感谢姚一姚啊 私一结果接了一句 离婚的时候 不要忘了感谢附近的人 这私一不想拿钱了吗 生下来回家去说 表哥结婚啊 交杯酒用的是可乐 喝的时候和媳妇相拥而弃 把全场这个冰棚 都感动稀里哗啦的 只有我知道 我在可乐里放了芥末 不是我想到可乐了 我还在想 会不会就是 他俩正这个喝着呢 突然打了个嗝 我结婚的时候是葡萄汁 别人都以为是葡萄酒 家里对我好的 这些亲戚朋友都劝我 你少喝点少喝点 其实我觉得那会儿 嘴巴还有点咳的 干还想多喝两口葡萄汁 如果一结婚呢 结婚典礼的时候呢 私一就故意问新娘啊 哎 这个你老公睡觉 打不打呼噜 这新娘特实在 不加思索就说 有时候打 有时候不打 下面人就哄笑了 这个歌以前确实是 现在还好吧 阳光晒干了回忆说 一对情侣呢 在这个新婚典礼上 私一就问这个新郎 你有没有打算让新娘 给你生个儿子 新郎笑道 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 那这个私一就问 那有没有信心 新郎说有 有没有能力 有 有没有经验 有 这个不可以有 也可以有 就是当别人 祝我们早生贵子的时候 结果私一直接来了一句 快乐 我当时想把私一夹死 我结婚的时候 那个甘总不是抽奖吗 然后上台 仔细就让这个甘总说几句 甘总挺激动的说 那个 在这个大好日子 这个来这儿 就点那个糖醋鲤鱼和红烧排骨吧 密斯尔点 他说参加了这个 一个发展婚礼 四姨活跃气氛嘛 让新郎用三个字来形容新娘漂亮啊 新娘的体肩说 这个有气质有魅力 四姨说这些 这三个字就太普通了 没创意哈 新郎想了半天 憋出了三个字 我失更了 当时现场被酒水呛到咳嗽声一片呢 听有喜欢上一个人说 包装的时候呢 同桌嫁给了校草 婚礼上四姨就问新郎 谁先追的谁啊 新郎说是他 同桌就问 怎么会是我呢 新郎说有一次 在食堂的时候 这个同桌盯着他一直看 同桌就说 我不是盯着你看 当时我们六个人没位置坐 你一个人沾这么大的桌子 我就想把你蹬走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跟大家就分享了很多 关于结婚的一些 好玩的求事哈 最后呢 用这位听友 RememberEW的 这样一个留言来 总结一下 听说 身边朋友呢 都已经开始陆续的结婚了 当我问起他 为什么结婚的时候 往往会听到这样的回答 因为他条件不错 因为他长得漂亮 因为他长得帅 因为怀孕了 因为什么什么 太多太多 似乎很少听到有人会说 因为我爱他 想跟他在一起 我们不能批判女人的价值观 扭曲和拜金主义泛滥 因为这只是社会发展的同时 扭曲人们对物质的追求 我们只能做的 就是跟随社会一起进步 丰富自己 才不会被现实遗弃 而不是整天抱怨 为什么 和别人存在那么大的差异 说祝愿那些 因为真爱走在一起的 希望你们去见证那句 执子之首 与子偕老 这句话呢 特别引起 大家的这个深思啊 谢谢你的分享 也是希望所有在一起的人啊 真的是因为 真正的爱在一起 甭管这个结婚车 对有几辆车是吧 今天这首背景音乐呢 叫做Merry You 是听有屠夫推荐的 还要感谢提供段子的朋友 郑云儿 赵颜 嘉信 谁人管这年岁 我的名字很土 你造吗 还有小孙 没日做喜侠 还有一个五 这位朋友 三体真眼画师 极品土豆丝 钢子 刘纯 HYPNUS 艾勒 安靠 然后谢谢大家推荐段子 还有很多朋友提供段子 比如菜小菜呀 六大火龙果 二吨 艾森 小灰灰好孩子 万世强 演说话 那大家这些段子呢 我都发在今天的 这个微信平台的 这个共享当中了 虽然没有被采纳 但是也挺好玩的 比如说那句 那句婚礼上的老话 敬酒的时候 新娘很漂亮 我先干了 你随意 毒干还是毒干 你看这种 就不太好讲了 我就发文字吧 好了 节目就是这样 下期节目 应该很快了 我们再会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